还要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行程满党 主持联合婚礼 还有运动赛事 推广商圈活动乌花八门 甚至还跟参选下一届市长 护身非常高的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同框 媒体就很好奇了 这柯文哲有没有撤击 跟蒋万安说什么呢 柯文哲说双方就是打打招呼 虽然不同党派 还是可以聊天吃饭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民政局长 蓝世聪一身正装站在一起 不是多元成家 而是一起主持台北市 第220场联合婚礼 还找来好萌好萌的 My Melody担任婚礼嘉宾 让柯文哲似乎也冒出了 粉红色泡泡 换个地方柯市长又摇身一遍 背着相机的大叔 推广商圈 因为疫情减少的公开活动 现在一口气补回来 还合体参选下一届台北市长呼声 很高的蒋万安 两个人聊了些什么 有没有传授当台北市长的秘诀 大家很好奇 其实有那种场合也没有时间聊天 就像打个招呼而已 而之前柯文哲曾经爽快说 邀请蒋万安吃饭 甚至如果被说服 愿意支持蒋万安 现在还算数吗 柯文哲大方说随时都可以吃饭 把球又丢回给蒋万安 就看对方何时愿意登门拜访 华市新闻 张志行 薛松前 台北报导